传说 盐起源自中国 皇帝时期 东海边有一个部落 老大叫做素杀 那时候人们不知道吃盐 每天浑浑噩噩 迷迷糊糊 但是大家只要一下海游泳 就变得很精神 素杀用出色的逻辑进行了推理 人像只有一个 我经常在海里吁吁 看来喝着东西有奇笑啊 推理错了 难道是咸咸的海水能让人更健康 多年之后素杀挂了 素二代继位 一天看到海边退潮 沙滩上到处都是白色晶体 一不小心摔倒 脸先着地 咸咸的 吃这个不就不用喝海水了吗 可是白色晶体 不小心进到了他的眼睛 素二代哭喊着泡灰部落 啊 盐 盐 盐 你是说这东西叫做盐 就这样 这货有了名字 盐 又多年之后 素二代也挂了 素三代继位 这货是一个宅男 懒得总去海边吃盐 于是他打了一盆海水回来 架起炉子 煮海水 结果很快海水蒸发 得到了真正的盐 这三位逻辑奇才 谐音梗小王和宅男发明家 爷孙三代被称为素杀士 这就是中国古代的言神 我是不白痴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